我还准备了 哈?哈? 大家好,我是Tobi 我现在在 Oberstaufen 这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的 的grenzi,你们看 那边五公里 就可以到奥地利 在我后面是一个德国人 早市 我觉得中国的早市和德国的早市 差别太大 所以生活品质的人会说 完美的周末 从完早市开始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体验 德国的早市和中国的早市 哪里不一样 我还准备了 哈? 一百块人民币 你好,哈喽 我也准备了一百块人民币 这是差不多十三欧元 所以今天我们看一看 那一百块人民币 在这个早市可以卖什么东西 Let's go 温暖 再来个 这个包子很甜 英文币是一百...一百克要一块八毛九 你也给你们吃什么? 对 是 对 这个包子是一种德国的香肠 一百克要...一块九毛 看一看 有什么别的东西 他们是买菜 那个paprika 一公斤要一块五毛 西红柿 谢谢 西红柿一公斤五块五 还有沙拉 沙拉一个要一块丝毛 还有黄瓜 黄瓜一个要七毛块钱 西兰的话一公斤要三块九毛 虽然从农民书里之前买 但是价格不便宜 比潮市贵 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在中国的早市是更便宜 他们买鱼 一公斤的整个覆盖里 有十七毛元 他们买鱼 他们买鱼 还有鱼鱼 这些鱼鱼只要三块六毛 这些都是由你所属的鱼鱼 全都是鱼鱼鱼的这些鱼鱼鱼鱼鱼鱼鱼 看 德国人喜欢农民自己种的东西 因为我们觉得更好 更健康 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 我已经花了40欧 所以也不便宜 要不要买一个草莓 葡萄酒 蛤 蛤 我买 好 你不想买一个 你不想买一个 哈哈哈哈 你不想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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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酸甜的 有点酸甜的 完全没有养酸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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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要试试不想乱 那呀 那他试试不想乱 对 他很酷 他很酷 如果我们用糖尿酱 他改变了他的色彩 他不想乱了 谢谢 谢谢 这个是很漂亮的 草莓 可以吗 这个是黄色的 是的 如果没有人看过去 哎呀 这个是这个我们做的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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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12€ 是什么 28€ 他有22€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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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请问你们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在草市里 买什么东西 我回家 吃喝 幸福 爱你们呢 拜拜